今天有哪些重要的国际新闻 日本 印度 美国的战舰从7月24号开始 在日本附近太平洋海域举行围棋一周的联合军演 舆论认为这次演习将引起中国的反对与关注 中国一些媒体近日发布消息说 上海机场等十几个机场从7月20号开始 一直到8月15号 多达四分之一的航班将被取消 被取消班机的数目之多 历时时间之长引起各方关注 美国国务卿凯瑞表示 沃神以色列和哈马斯组织终止为期16天互工的努力 以获制一些进展 德国汉堡市颁布禁令 禁止APP行动轿车服务Uber的驾驶在汉堡载客 除非他们取得特殊执照 若不从将面临1000欧元约台币4万元的罚金 带您关注复兴航空G1222班机载运54名乘客 4名机组人员 昨天由高雄香港机场飞往马工 但天后状况曝加 飞机降落后又重飞 撞击临近湖西西西民宅 发生二次爆炸 造成正副驾驶在内的48人不幸死亡 包括民宅民众有15人受伤 目前失试的黑盒子已经寻货 我们马上点线到民航局的记者 来看官方最新说法 听风 好了主播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民航局 刚才民航局的副局长出来发表声明 让我们来看一下稍早的访问画面 会在今天早上派一架西腰山洞 飞到澎湖去 然后把需要后送的这些商贯 来送回台湾 天气符合标准 让飞行员自己去操作自己的飞机 每一种飞机的速度 进场的速度 高度都不太一样 所以由飞行员来自己来 自己的操作 这个天气是合乎起降标准的 已经联系上所有的家属 那么这些联系上后期的家属以后呢 复兴航空会对所有的家属联络 如果有家属需要到马公现场 那么复兴航空答应是全力配合 而随后复兴航空总经理徐宜聪 以及总机师杨万豪也出来发表声明 承诺将给予每位受害者 20万元的慰问金 让我们来看一下稍早的画面 我再一次的代表复兴航空公司 向家属支万二分的签议 非常的抱歉 微温金 我们以20万 每一位达克20万的微温金 包括五位在地上的居民 正驾驶飞行经验是绝对绝对是perfect 因为他已经60岁了 飞行在我们公司已经有22年了 副驾驶也是两年半的飞行时间 对这个我个人觉得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一般14年的飞机 按照我们这个很正常很确实的保养 是应该算是很正常的 明昂区将在下午4点钟再次召开记者会 我们会为您关注最新的情况 让我们把镜头交换给棚内 谢谢霆锋 富航坠机意外造成50多人伤亡 其中大部分都是澎湖在地人 交通部长一筐时 拟难者家属和舰势人员 目前都抵达澎湖 目前有两名身还海军士官 正准备后送回台湾 而稍早在殡仪馆时 有家属是难过崩溃 甚至需要多人搀扶 官方已经在马公成立扣难灾害应变中心 我们连线到澎湖记者吕建树 带来说明建树 好的 直播 复兴航空公司事故的第二天 电视人员抵达澎湖马公机场 希望能尽早帮助家属职任离难情人 目前已经有超过十多具体型货 其实从昨天晚清的天气可以说是非常恶劣 雷雨交加 许多民众甚至是没有办法出门 而事故现场附近有数多民财被波及 飞机残骸四处飞散 现场一片狼藉 在抢救受伤者的过程中 昨天有二十几位民众改到医院来兼学 不过三军统医院附分院副院长 在现场接受我们的采访表示 昨天需要大量的血液 不知道是从哪里传出来的 三军统分院本身是附武地区的被血中心 血液是够的 现在血库现在暂时不缺血 在肯克名单方面 今年八十二岁的国宝提到失业根状 也经船搭上了这般死亡飞机 还有两名法国语言士 以上就是澎湖现场情况 后续有进一步消息 我们将为您更新 谢谢建树 飞航坠机48人罹难 其中包括两位法国女教患学生 总统马英九今天在府内接待外兵时 首先针对不幸事故进行默哀 马总统说 这是台湾航空史上非常沉痛的一天 全台湾民众同感哀伤 另外有许多艺人也都在脸书上表示 关注哀悼 歌坛天后张卉明说 希望大家一起集气 为机上乘客祈祷 Hebe田富珍写道 祈祷复兴航空坠机事件逝者安息 伤者早日平安康复 艺人任贤旗在微博写道 刚刚知道又发生了重大空难事故 地点还是我熟悉的地方 心情十分沉重 民航局上个月才公布台湾民航业创20年最佳飞案记录 然而昨晚复兴航空却在澎湖发生严重坠机事故 根据飞航安全调查委员会网站资料显示 复兴航空从2002年到2013年间 共发生了8次飞航事故 其中有6起与ATR-72有关 最严重的一次为2002年12月21号 复兴航空791号货机在马公西南方 约27公里处坠海失事 机上驾驶员两人死亡 另外负责制造的法国ATR公司 今天也发表声明哀悼 进法国航空事故调查处协助台湾调查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欧盟目前冻结72名相关人士资产与签证的第二阶段制裁外 也准备好实施以经济与武器禁运为目标的第三阶段制裁 欧盟支委会也将公布涵杆资本市场 国防 耐酒财 敏感系科技与能源等产业的制裁提案 巴西市主热退 巴西计划部22号公布报告 把今年国内市场盲额成长率从先前预估的2.5% 调降至1.8% 去年通膨率预测从5.6%上修到6.2% 文软日前宣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裁员行动 预计裁撤1.8万人 主要是年初收购的诺基亚手机部门 基地周二盘后股价涨于1% 续闯14年新高45.35美元 宅经济发酵 台湾经济部统计处公布6月商业活动统计 网购营业额单约169亿元 较去年同期成长了12.6% 增幅创一年来新高 超市 量化电业绩增幅都不超过5% 便利商店即使有试足赛 消暑先食及饮料热销 人物敌无店面零售业表现 新好海电视终于报道 接着我们来关心下节新闻重点 卯航MH17坠机事件的40名荷兰籍乘客 遗体运回了荷兰 乌克兰总理耶森游客 再次呼吁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隐夫侠75岁生日 带大家一同回味这位超级英雄 在电影中的风采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锁定新唐原五间新闻 台南白河台义吴化城 平视龙飞凤舞取景拍摄 南二高白河交流道下 台义吴化城等你来哦 南二高白河交流道下 白河台湾电影吴化城 耶 钢板屋顶的守护神 可以达到防水和热和音 黄旧就是库年毡 钢板屋顶的守护神 可以达到防水和热和音 黄旧就是库年毡 一二三快 文 准 城镜科技 掌握重复定位2μm的精密度 是台湾制造定位制夹具的尖端开发先锋 目前全世界只有四个国家 生产此定位夹具 唯有城镜能够成功相容 其他各国产品 并拥有自行研发先进人员 台湾之光 夹具首选 城镜科技 在曼哈顿116街附近 有两栋五层高的居民楼内 发生了爆炸案 消防员们仍在全力地灭火 所有的灾民都被转移到了 一个新的地面 我们请纽约记者李大利 研究工作将持续进行 来自民间的公益组织 事故原因是大规模网 记者目前在中央灾寒应变中心 目前暴风圈依旧是笼罩圈探 一来记者现在存在的位置是 一来三号来三号来三号 一上去现场的最新情况 将时间交还给图内主播 欢迎回来 台风麦德姆昨天离开台湾 后来是直铺中国福建 在福清市高山镇登陆 为当地带来大风和强降雨 麦德姆登陆是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11级 目前继续以20到25公里时速 向西北方向移动 据当地媒体报道 受台风影响 福建中北部沿海地区浦降大道暴雨 截至台风登陆前 福建中北部沿海25个县市 146个乡镇的雨量超过100毫米 38个县市438个乡镇超过50毫米 平台县一早就呱起 秒数超过24米的强风 造成上万户居民停电 福建省已经有至少29万人被疏散 其中15万人由海上疏散上岸 由于中共媒体一直瞒报灾情 这次台风造成的具体损失和伤亡情况 还有待调查核实 中共政坛地震一波波 山西邦落马事件不断 昨天中共山西省纪委常务副书记杨森林 传出被查 之前山西已经有三名省部级官员被调查 包含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 外转令政策的哥哥令计划 和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 关系紧密因而落马 关注中国人全前纽约时报摄影记者 中国纪录片制片人杜宾再次在香港 出版一本震撼性新书 系统的揭露中共马三家劳教所 对法轮功学员和绽访者的酷刑虐待 来看香港记者梁珍的报道 目前身在北京的杜宾 在他取保护身107码后 再次在香港推出这本震撼性的作品 因道昏迷 他在书中讲述了很多法轮功学员 遭受酷刑的案例 内容比小鬼头上的女人更具震撼性 新书于7月21日在香港面试 首批八百本在1908书出售 书中访谈了数十位 辽宁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 酷刑受害人和见证人 当中首次收录了至少7位法轮功女学员 遭受酷刑的案例 包括被投入男劳轮奸 牙刷刷阴道等 马三家受害者 访民刘华用阴道带出来的日记 进阵的访民和法轮功学员们所遭受的酷刑 本台无法联络到杜宾 他在推特上写道 我们是人 不是牲口 正是基于这一点才有了这本书 这本书是要铭记肩负繁衍人类的重任的女人们 所遭遇到的无可言说的凝辱和悲剧 杜宾曾拍摄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 揭露马三家劳教酷刑迫害法轮功和访民等 去年5月31日 被中共国保秘密关押37天之后被保释 新唐人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 江西省委书记强魏 因为严重参与迫害法轮功 来台第一天就被控告残汉人群罪 今昨两天 江西省委书记强魏走踏中台湾 都面临强大的反迫害声浪 强魏到台中后下踏了御元酒店 昨天约有200位法轮功学员 顶着强风豪雨在酒店外反迫害 举着行目标语 控告强魏犯下残害人群罪 强魏被指控是参与迫害最严重的一位审委书记 曾拍摄过《精密马三家女子劳教所》 内幕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的导演杜宾 再次出版新书 7月21日在香港上市 该书对数十位酷刑受害员和见证员进行的访谈 马三家女子劳教所使用电击 老虎凳 死人床上大挂等 酷刑迫害关押人员的真相 一直被中共封锁 缅甸媒体披露 缅甸铁道运输部正式发布消息 称中缅脚票昆明铁路工程计划搁浅 缅甸媒体表示 中共可能藉由基础设施建设 干涉缅甸内政 威胁缅甸国家安全 7月22日 北京天津民众先后发现天空中出现 奇怪的带状云十分罕见 市民感到紧张 担心这样的怪云是否是地震云 巧合的是 当日广东核源发生地震 中共本月初实施新版新闻从业人员管理办法 其中包括 不准记者在境外媒体担任特约记者或是撰稿评论 而就在新法实施后不久 中国财富杂志记者宋志彪就因此被迫离职 也是首位被曝光的牺牲者 新航亚特电视整理报道 关心马航MH17坠机事件 礼拜三 40名马航客机的荷兰籍乘客遗体 终于运回了荷兰 荷兰全国上下忍住悲愤的情绪 举国哀悼 对于这场悲剧的责任该如何追究 绝大多数的荷兰民众都认为 应该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 无辜的遇难者终于可以有尊严的回到家乡 为纪念298名被乌克兰亲俄叛军 无辜杀害的遇难者 7月23日当天 荷兰全国降下半期举国哀悼 面对由俄罗斯支持的东部叛乱 所导致的坠机惨剧 乌克兰总理亚才纽克 再次呼吁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欧盟对俄罗斯的更严厉制裁 原先计划本周二可以出台 但一些欧盟国家由于担心制裁俄罗斯 会令本国陷入能源危机而被迫将制裁延后 亚才纽克希望欧盟在10天之内制定出制裁措施 一项民意调查也显示 绝大多数的荷兰人认为 即使会伤害到荷兰经济 也要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 由于传出一枚火箭从加萨走廊 击中以色列特拉维夫市郊主要机场附近 美国欧洲及加拿大多家航空公司 取消往返以色列的班机至少24小时 直到进一步通知为止 今年在巴西世界杯踢进6球的金学奖得主J罗 据西边阿媒体报道 转汇费高达8000万欧元 约31亿台币 是黄马史上第三高 J罗也开心地在自己的脸书上 包出穿手黄马10号球衣的照片 太空人出身的美国太空总署署赵波登 最近在异常讨论会上说 NASA越来越确信在浩瀚的宇宙中 仍有其他的外星生命存在 认为在浩瀚的宇宙当中 不太可能只有人类孤独的存在 印尼总统大选落败的普拉伯沃阵营首席律师 马芬德拉达塔23日表示 前将军普拉伯沃将向宪法法院 挑战大选结果 新航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昨天是蝙蝠侠75岁生日 今天也是蝙蝠侠日 蝙蝠侠迷们可有机会到 各地蝙蝠侠75周年展区 拿到免费的蝙蝠侠珍藏漫画 今天就带大家一同回味 这位超级英雄在电影中的风采 诞生于1939年的蝙蝠侠是美国漫画中最受欢迎的超级人物之一 1989年第一部蝙蝠侠电影诞生了 第一代蝙蝠侠迈克尔基顿与猫女金贝辛格在当时造成轰动 1995年在永远的蝙蝠侠中 第二代蝙蝠侠方基默出现 妮可基曼饰演性感猫女金凯瑞扮演小丑 1997年好莱坞性感男性乔治克鲁尼成为第三代蝙蝠侠 领先出演蝙蝠侠与罗宾 阿诺施瓦辛格演反派激动人 2005年到2012年开始克里斯蒂安贝尔蝙蝠侠的时代 从2005年蝙蝠侠影之谜到2008年黑暗骑士 再到2012年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 蝙蝠侠的武器越来越精良 不论是蝙蝠侠摩托车和蝙蝠侠战车等 除了蝙蝠侠 电影中如猫女小丑双面人物等 陪伴大家度过美好时光 2016年班艾弗列克将出演蝙蝠侠 蝙蝠侠大战超人正义曙光 更是首部超人与蝙蝠侠的合体电影 无论物换心仪 蝙蝠侠这位超级英雄的正义 永远留在大家心中 新唐人记者 苏香兰好莱坞报道 接着我们来关心下节新闻重点 波老女神徐洛轩昨天举办归宁喜宴 带你一起来分享这对新人的喜悦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锁定新唐人五件新闻 钢板屋顶的守护神 可以达到防水和热和阴 黄秀就是护眠毡 钢板屋顶的守护神 可以达到防水和热和阴 黄秀就是护眠毡 欢迎回来 波老女神徐洛轩昨天举办归宁喜宴 虽然有台风来搅聚 但新人的心情丝毫不受影响 热情也传出徐洛轩有孕再生 双喜临门 他澄清消息表示还没怀孕 不过以后希望生个男孩 白黄色地服亮相 上轩穿着紧身马甲 展露完美曲线 一人徐洛轩举行台北歌廷婚宴 新人田命线 吻幸福局所获表 外传徐洛轩怀孕了 是双喜临门 不过他轻轻消息 两弟婚礼真的非常的忙 所以我们是打算台北的婚宴之后 才开始努力 我当然是希望生男的 因为我们已经两个女儿 我希望生男的 但我老公都 他随缘他都喜欢 杨艺喜悦心情 许多玄机巴厘岛婚宴后 在台北举行归零婚宴 洗开52桌 请自指挥婚宴上的大小事宜 随处可见他的巧思 每张桌子都用他的成名群命名 像是亲友桌就写上歌曲 接你睡了吗 还有给好友桌的很很爱 也精心设计给每位宾客的小卡 那自己的幸福急不急啊 自己的幸福 好我会加油的 谢谢 我其实挺开心的 我大部分的朋友都嫁了 只剩心如了 听说你们要被叫什么黄金圣女 能接受这个封号吗 无所谓啊 这也是事实嘛 好友林心路以及舒淇 盛庄出席婚宴 还有志宁姐姐 被媒体封为三大 世女何时传出好消息 北受关注 徐洛轩的演艺圈好友 包括终于界的大姐大小燕姐 关于夫妻党 以及信乐团的阿信和润东等人 都到场祝贺 现场是星光异翼 接着带您来看到 7月24号的天气预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新唐人五件新闻 新唐人还新闻部 和您一起挨到负心空烂的灵难者 也为双者祈福 我是张启玲 新唐人五件新闻 我们明天见 音乐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